英國百年經典 堅持手工打造 要價2000萬起跳的勞斯萊斯 現在是這家當鋪的正殿之寶 還有這色澤飽滿的祖母綠 也是罕見珍品 當鋪裡全是這種高檔珠寶 但現在有業者不走精品路線 這個已經有百年的歷史了 而且這個是日本神教 它不是我們台灣的神教 它是日本 它每個習俗 這個神教是專門來祈福 小朋友不是大人 百年日本神教 從日據時代就留在台灣 是市面上少見的收藏品 深色的木頭 點綴金箔跟黃銅 雖有部分斑駁痕跡 但從細部看 仍可以窺見當年雕刻師 精細的手藝 這種龍蚊都是銅 以前那個時期 可能雕出這樣的作品 真的算收工很好 神教等同神明外出工具 四面立著鳥居 造型如同神社 只是祈福神教 沒有幫主人帶來好運 最終流落當鋪 代價而估 當鋪的老闆 十年前從父親手裡 接手店面 翻轉傳統當鋪印象 什麼物件他都熟 演藝圈的一個大佬 對 做生意失敗 欠很多錢 然後他那時候要籌錢 然後他可能請他身邊的朋友 來詢問 剛好問到我們這 剛好這個頭盔我們也有興趣 像這日本武士精神的頭盔 上面有家族徽章 演藝圈大佬經商失敗 被迫變現 這家店還有比人高的鋼鐵人公仔 六尊全身彩繪的庫柏熊 還有高爾夫球室內模擬器 每個客人當的不只是物件 還有自己的故事 兒子爛賭 拿爸爸幫忙還錢 他拿他爸爸家裡傳下來的 一塊玉 來跟我們先借一些錢 到時候後面還不出來 結果爸爸就邀請我們去家裡 說明一下狀況 結果當下坐下來跟他爸爸談的時候 談完以後他爸爸真的氣到 當作沒這兒子 現在是 就一隻喔 對 至於經營當鋪超過四十年的秦四林 則是從小學徒時就跟著老師傅 學鑑定 應對客人 親眼見證 當鋪從傳統到轉型 傳統當鋪的老闆都氣勢很高 他說當多少錢就當多少錢 我們現在開當鋪 每天那個背都是彎的 以往當鋪只收高價品 黃金 勞力士 鑽石 是三大最值錢的典當物 因為最保值 開當鋪必須跟政府申請執照 沒點本錢可開不了 就可能開一個當鋪 最少一個月也要五十萬 那五十萬你要多少的放款額 才能夠打平呢 不要說獲利 就打平來講吧 那恐怕就要 一兩千萬以上的放款額 你有那麼多的錢嗎 景氣不好 民眾少有奢侈品 為了生存 只要值錢能轉手 當鋪什麼都收 成了名副其實的萬物皆可當 逐漸脫去過往的神祕面紗